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tis 按得進來這條影片的人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在經歷一些人生的低谷 覺得很大壓力 很壓抑 很想死的階段 或者純粹是無聊 按了進來 這條影片就是關於 多一點emotion 上面的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挺emotional的人 是很容易 想很多東西 然後覺得很大壓力 而我也經歷過一個真的很低層 很抑鬱 不知道自己在上面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一個美女 經歷的事情都不夠很多人多 還有有點鼻塞 而且我的眼圈很大 所以戴了眼鏡 我經常都覺得在香港 好像大家都有一個很負面 是不是負面呢 總之很壓抑的氣氛籠罩著 大家都忘記了 應該要開心 好像很奢侈 對 就是很奢侈 但我也希望我的少許分享 可以令大家重拾一個動力 去過得開心 我不是那些靜能量L 不過 唉 記得 記得開心 自己覺得所有情緒問題的根源 就是因為不滿現在的現況 可能經濟 感情 家庭 覺得全身不聚餵 然後從而產生了壓力 令自己的感受不好受 這個時候很多人都會把focus放在 我現在真的很不開心 我現在真的很辛苦 我現在真的什麼都做不到 這個感受上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是這樣 然後令自己處於負面的狀態 去面對或者決定更多事情 再令到接下來發生的事 或不好的方面發展 再覺得自己真的很廢 我真的很差 我為什麼這麼不幸 為什麼我這麼黑 我的人生是絕望的 整件事就會變成一個loop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切斷它 我學會了的東西就是 最終極的解決方法就是要去找解決方法 去找方法去改變現在這個不滿意的現況 其實道理 每個人都知道的 但問題就是很不開心 沒有這個動力去改變 不想動 我已經不想處理 累了 所以在沒有動力去改變現在不滿的現況之前 我們要一起找回動力 我也試了幾個重拾動力的方法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越不開心 房間就會越暖 房間就會好像打仗 所以我第一步嘗試的東西 就是先收拾好房間 如果你看到房間很暖 你自己都會覺得很煩 煩到一個位置就會吞 心浮氣躁 但又不想收拾 我的問題是 迫自己環境一定要站起你 這件事可以即時做和解決的事情 處理它先 不要把這件事成為你的煩惱 因為你這個人本身已經不開心了 看到東西那麼亂 就更加分順不了 更加頹 整理環境是有助你整理思緒的 我覺得 第二就是 做健身或者做運動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神奇的 做健身對我來說最大的心理影響 就是它嚴重磨煉了我的意志力 很多時候我覺得已經累到不行了 不行了 我真的做不到 一下也不行的時候 做健身就是教識了我 是做到的 只要頂住它 你堅持多一下 就是做到的了 當我真的很辛苦的時候 我的腦海就會浮現一些畫面出來 就是我做完 躺在這裡 休息中 很舒服地跟我說 你做下去吧 很快就會去到這個位置了 而且做運動對釋放情緒是很大的幫助 我每次做完運動的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大 雖然累 而一定會有人幫我 都說沒有動力 怎麼會無緣無故跑步呢 你按得進來這段影片 真的證明 你很想去處理現在不開心的時候 而你有這個想法 你現在立刻換衣服下去就是了 你沒理由下去不跑步 不要再想 啊 跑步很累啊 你先下街 下街 你散步 也有做到事情 第一點就是要整理環境 第三個方法就是要整理自己 要學會保養自己 而皮膚就是一樣很需要去保養的東西 我自己的心態就是 我不是要漂亮給別人看 而是當我照鏡看到自己的時候 覺得鏡裡面的我 嗯 我很滿意 而一個整潔的自己是可以預約到自己 例如你看到你臉上有很多暗瘡 印啊 油啊 那些你自己也不開心了對不對 因為近來都很頻密去出活動啊 拍廣告 皮膚就變得很薄弱 經常會敏感 而且我臉一直有微絲血管的問題 現在好了很多 所以看不到 所以我就去了Mio搞我的皮膚了 之前已經去了Mio做皮膚管理 可以改善皮膚綜合問題 治療師又跟我分析過我的皮膚問題 不分析也不知道原來皮膚底層有那麼多問題 最後幫我挑選了最近很熱的M22光子亂敷療程 他們有8款類片可以選擇 AI分析建議我用亂敷血管治療 從來沒想過微絲血管都可以解決到 處理完瑕疵位之後 我都會保持著做他們的肌底還原 和免疫再生 希望就算很多事情做的時候 也不會有皮膚敏感 因為皮膚不好真的會令我很不開心 相信很多女生應該都跟我差不多 可能會有些皮膚的問題想要去解決 而現在我是看到自己皮膚好了很多 光澤感都在了 所以也很想推薦給一些有皮膚問題的女生 而我也跟Mio拿了一個送給大家的優惠 另外我還在Mio做了割蛋白和無留矯正術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弄我的眼字母 是很方便的 省了我很多化妝的時間 而且它的弧度很自然 除了做療程之外 他們的環境也很漂亮 每次去到心情都很好 還撞到店長浪浪在那裡 好 說完皮膚就說下第四 當真的很不行的時候 要去看心理醫生 不過我也很明白 真的很不行的時候 就不想看心理醫生了 而我想說一下為什麼要去看心理醫生的原因 當我很努力地去找解決方法 都找不到的時候 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問題出現在哪裡 也不是說經濟 家庭 感情上有什麼不滿的狀況 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不開心 而看心理醫生可以幫助你 找回為什麼你這麼不開心出來 而且當一個人壓抑到一個 真的很絕望 要爆煲的位置 已經想自殺的位置 是一定要找人談的 麻煩你也一定要找人談 好像那些防止自殺會廣告那樣 不是的 或者可能其實也沒有發生一件很大件事 純粹是一個人一直都開心不起你 可能就是有一些煩惱 或者某些事情抑壓了在你的深層意識裡面 一直放在那裡 沒有處理 而自己不知道 記得求救 千萬不要覺得表達情緒是一件很耐約的表現 然後選擇自己屈來屈來屈來 但其實勇於去面對這些情緒才是最厲害的 第五個重拾動力的方法 就是看書和看文章 其實書裡面或文章的道理 每個人都知道 但有時候你需要它點一點你 或者你看書的時候 看到某一兩句落印在你的腦海裡面 然後讓你有更加多的學習和反思 這本就是我最近看的書 還可以在這本書裡面選一些我想看的電影 我是在成品賣的 它有很多篇文章 例如說關於失去 失望 在乎 成長 隨便讀一句給大家聽 失望常在 重要的是要從希望與失望之間取得完美平衡 是不是好像很有道理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樣的威力會令你 想自己可以怎樣達到完美平衡 Hi 恭喜你入鏡 最後這段其實是送給我的朋友 好多謝你們經常浪費很多時間 心思跟我說經 對呀 說你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在這裡做大家朋友的角色 可以鼓勵大家生命滿氣 往前路由我闖 是不是Rudolf 先吃一口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Like這段影片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Bye Bye Rudolf Rudolf